那先講的關就是那個女生 因為我覺得其實大家很普遍對日本女生都有一種比較不怎麼好的印象啦 當然男生是很愛 但是一個台灣女生就覺得 本女生是不是很裝啊是不是很假啊很可怕啊什麼的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其實大家都是有個體差異 但是他有講過一個我覺得很可怕的職場 沒有就是我一開始的職場是一個還蠻有名的廣告公司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team就是整間公司其實是男人比較多 就是日本的職場 可是其實也還好三比起來是4比6吧 4比6很多欸 對啊 因為我們公司也是4比6 然後而且因為我們那個team的時候的擔當是 某大消費財就是生活用品公司 所以就是會有比較多的女生派在那裡面 然後很可怕就是我的那個team就是會有一個 我覺得當初剛進去就是一個菜鳥嘛 然後就得到一個奇怪的工作 就是主持然後舉辦 主持然後舉辦 舉辦 那個中文要叫什麼 女子午餐會 女子午餐會 很可怕 欸你就想說在台灣你要吃午餐就去吃就好 對啊就來什麼就吃小吃就好啦 對啊 但是他就是一個很正式的一個活動 欸你有幾個人 8、9個吧 都是女人 真的很可怕 其實是各世代的女人 就是 最年輕到最老 最年輕大概20出頭啊 就是剛出社會 最老大概 對最老大概40幾吧 那有點煩欸 然後他的主旨是說什麼 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慶祝生日 跟譬如說要結婚啊 要幹嘛要幹嘛 什麼生小孩之類 然後就是 可是就沒有人在那裡面沒有人是幸福的 就是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那個會就是大家談得很開心 是不是很乾 就是很乾 我很好奇 那請問那能到說聊天器嗎 去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吧 或者是就是 那幫忙要吃一餐 或者是一些就是沒有心的感覺 就譬如說啊 子侯可愛ですね 但是沒有人覺得 對就是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得到一個任務 然後是為一個契約社員的前輩就是 慶祝他要結婚 然後我跟那個前輩還蠻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比較大啦啦的女子 對你說因為那個會有一個理 有一個規定是 怎麼辦好像要幫你慶祝你要結婚 然後呢就跟我說 拜託千萬不要 我就是他就覺得那個場子太冷了 他不想要進 而且我被說那一定完全都是不真心的祝福啊 沒有人在意這件事情 那只是就是因為日本人嘛 所以就是你完成了這件事情就表示你好 讚 我們祝福過了 就沒有人會在意那個內容 對啊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本人 就說拜託千萬不要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好像好 就是本人都不想了 我就很認真的去跟一個女子的前輩 他才道我一切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被慶祝的那個主角 他不想辦 他不想要被慶祝 當然我沒有跟他講理由啊 就是因為你們太討厭了 但是 你應該跟他講的 他比較害羞 然後就是可不可以不要辦 你這個理由說得好好 然後可是我的那個 就是大尾劍的那個女子就起笑了 他就說 我們這已經連綿了很久的傳統 怎麼可以讓他斷掉 連綿了很久的傳統 這句我好像常常聽到 對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可是本人不要啊 對 但你們想吃飯 你們就自己願意去吃就好啦 自己吃 對然後我就在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他面前 因為我實在聽不下去 我就跟他說 嗯 可是本人都說不要了 可以不要有這個 就是鬧劇嗎 然後他就非常不爽 就一副就是很委屈的樣子就離開 但我不知道他很委屈啊 因為他也既不是要被 就是要被祝福的 然後他也不是要主辦的人 我就不知道他在委屈什麼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奇怪 還好沒辦真的 嗯 沒辦但是他們 想了一個折中的方式 就是什麼 每個人寫一句話 然後送他一個小禮物 然後那個小禮物 瞬間就被丟了 哈哈 你是不是這樣子 送他可以嗎 啊 反正他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謝謝